周深正式归队和奔跑把兄弟团成员一起 在云南香格里拉展开奔跑把茶马古道片的录制 录制中周深以红色弥族服饰亮相 配合香格里拉苍穹般的蓝色和草原的绿色背景 展示出周深极高的服装适配度 另外在战损员的要求下 周深还现场解锁了全新的费用动作 瞬间蒙翻全场令粉丝大呼可爱 此外从路透视频来看 周深在现场的幽默表现力也为节目增色不少 在与一只小羊的互动中 周深即兴调侃你的肉扇不扇 逗翻全场 周深还大方地请全体成员吃饭 一下子将场面氛围推到高潮 全场所有人消费有周公司买单 果然大气 周深 你先聊你们兄弟吧 那我先走 陈总 这是周董 周董了 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两边人一起团建 对吧 对我聊些什么呢 聊一些大小姐的事 周深的幽默和亲和力再一次展现了他的魅力 期待《奔跑吧特别记》的正式播出 除了路透还有热度 目前全网关于《奔跑吧》或者《奔跑吧特别记》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被提及频次最高的词语依旧是周深 这应该也是周深能够一直加盟奔跑吧的原因之一 毕竟每一季的热度周深都是套不及别的 接下来还有歌曲榜的好消息 在最新一期的QQ音乐《国风热歌榜》中 周深为电视剧《七夜学》演唱的YST主题曲《一声一顺》 拿到了周榜冠军 同时也实现了周榜两连冠 恭喜周深的二专最后一首歌曲《虚构》正式登陆新加坡最新龙虎榜 目前位居新歌第十九位有条件的小伙伴 尤其是海外小伙伴可以支持一下 说起奔跑吧周深可是团里的宝藏男孩 记得上一季他时而呆萌可爱 时而机智过人 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欢笑时刻 特别是那次和兄弟团一起完成任务时 他虽然力气不大但总能想出起司妙想 最后帮助团队化险为宜 网友们纷纷评论周深真的太聪明了 看他那副认真思考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 周深真是一个宝藏男孩 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看他的节目总是能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太治愈了 周深不仅歌唱得好 人也特别幽默 真是个全能艺人 想当年周深还是一位默默无稳的歌手 凭借一首大鱼惊艳四座 那空领的歌声仿佛能穿透人心 从那以后他就像一匹黑马 在歌坛上崭露头角 他不仅歌声动人 更是勇于尝试 跨界参与影视综艺等多领域 在深入人心中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在青春环游记里 他幽默风趣收获了大批粉丝 而在天赐的声音中 他的每次演绎都让人惊艳 还有你知道吗 周深这次可不是空手而归哦 他在外场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Voga盛典 金英晚会 还和谭顿大师合作了演出 这可是个大盲人啊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心心念念者 奔跑吧这个大家庭 如今奔跑吧星际开启云南之旅 周深也已归队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精彩表现吧 我现在的阶段和谭顿大师合作 我现在的阶段和谭顿大师合作 我现在的阶段和谭顿大师合作